楚衣 你在多说点之前的事迹吗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位恩人请留步 我是段祺宗内门弟子沈梅兰 十分感谢你能救下我师妹 当心的话 他自己早已说过 你有什么来意直说吧 你是不是从那鬼船上带了东西出来 上面沾染死气会伤了你们 不如交给我们保管 把打劫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你们真是无赖 你说什么 把师妹当诱饵 丢她在船上等死 就是你们干的吧 我们段祺宗的事 轮不到你管 今天你要么乖乖把宝物交出来 要么我杀掉你们 再拿走宝物 是死是活 你自己选 我哪个都不选 想要 自己来拿呀 饶死 滚开 师姐 会吧 师姐可是有着中道之境 怎么会被一场山飞 你 你敢打我 我段祺宗 唐桃一品地子 岂容你这个鼠辈羞辱 千金重唇 漂亮小丑 师姐 别杀我 别杀我 他又把你丢下了 我 别管你那没良心的同门了 以后就跟着我们吧 我师父保管让你安全离开 真的吗 谢谢 长老 长老 前面有个疯子 杀了区前师姐 求长老救命啊 岂有此理 带我去寻他 世尊 好像又有人来找麻烦了 长老 就是他 小子 你杀了我宗门人 不是大长老 你听我解释 你个叛徒 给我闭嘴 没错 人是我杀的 因为他该死 管你是河门河派 既然你承认了 其实我就要取你性命 我宗门弟子报仇 住手 宗主 您怎么来了 我要是晚来一步 你就闯起大货了 关系宗宗主于庆丰 参见楚先人 你认得我 我宗的假徐实之事 曾有缘跟您结识 因此您的事我有所耳闻 一直想亲自来拜见 宗主 你是不是搞错了 此人刚才杀了我们弟子 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闭嘴 发生灵痛老祖的旧识 也是天雷剑的主人 更是我宗的贵客 什么 那马神兵利剑 竟是出自他手 要是宗主得知天雷剑的存在 可是激动的三天三夜没睡觉啊 有的 永远不是泰山 还请高人赎罪啊 那马神兵利剑